鲁鱼你们是不是只会红烧和清蒸 今天我在教一道比清蒸和红烧还要好吃的做法 关键做法还简单 鲁鱼清洗干净后 打上我这样的花刀备用 碗中放蒜蓉 青红椒 用热油炝香 加一勺蚝油 一勺生抽 一勺香醋 少许白糖 再一起搅匀备用 每天都在分享一道家常菜 喜欢的话 就帮忙点个小爱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锅中水开加一勺盐 倒入半瓶啤酒 放入鲁鱼 加上姜片 这样用啤酒煮出来的鲁鱼 肉质鲜嫩还不腥 小火煮上7分钟 然后捞出 摆入盘里 把之前调好的料汁浇在鲁鱼上 不用烧也不用蒸 撒点葱花和熟芝麻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鲁鱼 鱼肉鲜香滑嫩 非常的好吃 你也赶紧试试吧